各位好,歡迎回到8月11日星期四 你今天看到這隻大山教育才趕 今天開市的時候都被你買到的 今天只要升了1.4 而泰和小泰今天都創新高 而MI能源你見到昨天都說它升了太強 升了8% 所以你差不多去到0.1附近就會安全一點 今天市價這樣升它只要跌了兩成多 今天也會說一下版塊 其實都值得留意的 其實都是加點名的 所以大家留意那個版塊 其實今天兩個版塊都不錯 歡迎大家回到配星計劃這個頻道 如果大家喜歡投資一些配星股的話 記得給個like、subscribe 按鈴鐺就不會錯過任何一隻配星股 在開始之前大家記得 這個影片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 投資者需要加以評估並且承擔所有的風險 如果大家第一次來的話 大家可以除了按timestamp去不同的部分 除了按鈴鐺 記得可以加入我們的平台 即有三個平台 IG、Facebook和TG 大家可以測試這個cloud code 到我們的Telegram 就可以收回我們不同的資訊 如果大家希望這個頻道繼續發展的話 歡迎大家去到我們的Patreon 我這裡有即時的Q&A 以及記下以往介紹過的股票 也可以去一次性的捐獻 去買什麼咖啡 去linktree 也有一個link去買什麼咖啡 我們也可以按下方的thank you 或者是 加入youtube member都可以的 但我主要都是去Patreon那裏 去Q&A 那 youtube那裏純粹是 當是支持的 那我們首先也說回大事 那為什麼呢 一開波會看到一個恒指 我平時都是用回 周線圖的 那今天用日線圖呢 其實就是想讓大家看看 美股呢 我們如果用回 斯達克 用回美股呢 你會看到 現在呢 我不是說過 美股 其實昨天升了幾百點 我猜大家都有些 慶合合想衝進去 應該 覺得牛市又再回來 但你看回恒指 其實我們都試過的 在6月底的時候 都是衝到上 150天線之後 然後就下來 看看他會不會 都會跟回 這個 這樣的 橋段 或者這個 劇本 這樣走 就變成了 升了上150天線之後 然後再下去 那 看看 其實今晚 或者明晚 美股 你都看到 可能給你升多枝羊竹 之後就會開始 陰燭又再 出現 那就是代表著 其實呢 這也是 變成了 美股呢 就是升到差不多 就再下跌 而恆生科技指數 到恆生指數 其實就算今天升 你見到也是 升上去 如果我們用回 以往的周線圖 就是連 十天線和二十天 都是跌不到的 那 變成了 其實 都是沒什麼大的改變 就是 可能給他 在日線圖 呢 升多回合 去到 碰一碰 二萬零三百點 然後再下來 那 你看一下 騰訊呢 就是會不會 就是 騰訊就控制著 兩隻 指數 那 希望 就是 如果你用 希望他好一點的話 就不要 導致有死亡交叉 但是 你見其實 現在這個騰訊 都是去不到三百二十一 那 阿里呢 都是去不到 一百元的 暫時都 那 而美團呢 其實呢 昨天的確有人問的時候 我就 有些 說 他應該更加向下 但是 因為他今天 又再竟然 真的被他鬥得住 如果這個星期 特別是明天 明天完了之後 竟然都去不到 低於一百七十五 其實他現在 剛剛好就是一百 七十六.四 那 其實呢 昨天呢 是 突然 下了一百六十幾 之後呢 又再彈上來 所以 看看他明天回的時候 即是有機會 如果回 假設美股今天 今晚或者明晚都回的時候 看看會不會 導致他都回的時候 會不會 不穿回一百七十五 那 你可以嘗嘗一下 會不會 上去 那 因為他應該升 升得最快 但是你看到今天 都 他都算是不差 那隻 四 四點零幾 那 因為大家注意到他沒有 壓力跌得那麼厲害 就是 壓力其實升四個百七 不代表 特別好 因為他 真的 滾下來都滾得 零射 滾得比較 金 所以呢 就變成彈上去 彈得 叫做補回一點點 所以就不是說特別好 那 反而美團呢 其實就 不算太大跌過 因為你現在看到他呢 都還是高過 就是如果拉遠一點看 都還是高過 你 年頭的時候 那 所以 你對比阿里巴巴 你看他 這裡其實就 已經 穿 即是接近 即是未去到穿 穿就去到七十幾 但是你看到已經是 回到 下面的位置 那 而你美團 已經在 即是 高過 即是 月頭 年頭的時候的位置 所以就很不同 雖然大家都升4% 那 我們都很快地說回 有什麼值得留意的股票 那 其實呢 就 值得留意很多 那就抽一些重點來講 那如果詳細 大家可以去PATREON 那 獅子環球其中一隻 那這隻呢 已經差不多是年頭 趕完之後 很久沒有 說過了 那 他 來到這裡 他去了 叫做 就是 比較 比較殘 變得很難看 那你去到 下面這些支持的位置 開始彈上來了 如果我們 增加近一點 去到周線圖 他都再次上回 二十天線 所以我覺得 大家可以留意 這隻獅子環球 那 看看他 啊 這個莊山 看看會不會 升 就是 炒得上去 高位 那 現在呢 還有另一隻 就是 縱成能源 其實我講了 這個禮拜都講過 那 這隻可能大家平時 看到他比較慢 就沒什麼興致 那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這隻 能源股 就是 縱成能源股 其實呢 他都是 已經回到支持位 開始彈上來的 那 中國北大方呢 可能是比較舊一點的時候說的 但是不經不覺呢 原來呢 他已經 應該 就 創了一個高位 雖然 最後回回來 因為他 高位 0.145 今天去到0.147 那 而他那個 市值呢 其實就不算太高 所以大家都可以留意 回 究竟 因為呢 你看到 其實呢 人民日報 或者那些 都已經 要將農業科技 要做 智勒 智勒 智強著力點 所以 可能會變成 農業股那些 其實你看到 都說 昨天都講過 好像 美股那道DE 那隻 都是升得很厲害的 所以你看回 這些 中國北大方 這些 會不會跟回 美股那些農業股 這樣升 那 好像比亞迪 當時 都是 別人Tesla 升完他才升 所以你看回 這些 包括 中國森林森化肥 那森林森化肥呢 其實就已經 算是升了上來 但是你看到 他是剛剛才跌下去 那個 支持位 再彈上來 看看會不會 來到這裏 再彈上去 這隻 其中一隻化肥股 那另一隻 大家都可以留意 中化化肥的 那 這個 他已經不經不覺 已經下回 深連心 已經去到 2021年 那時候 那個位 大家可以 看看 賣了下去之後 再看看他 坐不坐 上高 你看到 也有四里幾 息去收 的 那 中國北大方 就應該 沒有息收 那另一隻 就比較 可能 少見 就是 中國萬天空股 那他呢 市值 是更加小的 那 你見到 那 你見到 那現在 趁大家一萬股 的時候 都還是 挺容易買的 那 我覺得都OK 一萬 即是 五千元一手 那 如果炒到三萬元 就變成三萬元一手 買下去 都有點緊張 因為你三萬元買這些股 應該 我猜 如果你適合畢業的話 應該 比較 小人這樣做 即 都不知道是什麼 就是 他是農業股來的 雖然 那當然不夠 中國森林心化肥 這些 那麼 大家 異熟能長的 股票 即如果你 玩開中世價都 對於 中國森林心 和中國北大方 這些比較 已經歷史悠久 已經炒了 很久 即是 以前一五年的時候 那一轉都炒得 非常之強勁 這一棍 那 中國 漫天應該就比較 少些 接觸 即是 就算你炒開 都好 因為他 即是 都不算太 一五年那一轉都未出現 對不對 那 今天呢 都想講一下 一些 問題 那 其實 就應該 說回 有些股 忘記打下去 就是 因為想講 有些新的股 先 那 就是 有一隻就是2682 這隻呢 是航運股來的 其實今天才開始動 也都是 算是成家比較多 即是 潤利海市 這隻呢 這隻呢 就是 叫做 炒上去再下來 但其實整個型態沒有變過 那 所以呢 有些像 你見到1555 那些 例如 MI能源 你炒上去 他真的會馬上下來 所以就不用急 於去買 那你現在看到它下來之後 他又開始動 那我覺得呢 這時候你就 碰下去OK 那你變了 0.16 那時候 你是很閃人的 即是 現在是0.26 那如果你想近一點點 那我覺得 就 變了 是 你跌穿0.2 那你就要走 那 另一隻呢 就跟新能源有關的 那就是 石墨 稀 稀石 電車 新材料 那其實呢 如果你用回月線圖 它是 連月線圖 今天竟然一擠過 就是 兩邊圖 都一次過做好了 即是 它上次就是 頂上來之後 落回來一段時間 那看看它會不會 是 翻山 當時都去到 四個多 那現在 就變了 只剩下 一個多 好像 那這些都是 和電動車 有關的 公司 那 這隻呢 就是 這隻呢 就是叫做 稀石電車 新材 6128 那 最尾呢 有一隻呢 就是 其實 應該是賣了給 上汽的 那 但就不是汽車股 好像是金融股 就是 東正金融 只有6點幾億的 那我看它這裡 其實就有 它又不是炒得太過 那 它就是 給了 這個 上 上海 轉手上氣集團 在這裡寫著 那 大家可以留意 這隻 其實就是 它的圖形 都不錯 那 就變了 我覺得 都可以留意 那我看看 那個圖表分析先 那 你見 它其實 就 不算爆了太多 那所以呢 它都 還行了 一整年 有多了 所以我覺得是值得去留意 那 最後呢 回答大家的問題 因為我見 Youtube 有些人問 問 這隻 鷹譜精物呢 我看看有沒有記錯 這個 這個 不知道 是不是紅海那些 還是什麼 那我覺得 如果不理它 是不是富士康那些 那 我有時記錯了這個 那 我覺得這個都OK 就是 你看 這樣看的話 那我覺得呢 就 你當 現在買下去 那你如果 真的跌穿兩元 就只虧了 那 另一隻呢 就是中國投資開發 這個我真的不懂 但是呢 它看上去就像 已經到頂了 即是它 除非真的穿到0.057 那 其實今天就0.056 那 但是它真的不穿就不穿 那 你變了呢 最多比你今天呢 好像今天這樣穿了一點點 就急急腳 就已經 已經 要 下回來了 即是穿了一下之後就已經下回來了 那 所以 暫時 就 我不覺得是 特別好 那 那 最後一隻呢 就是 倒轉的 恆生科技指數 那 我覺得呢 它似乎是 上去之後 就已經要 彎回來 那 所以我覺得 暫時就不要倒它 大塌了 那 那 就是 因為這些呢 始終都是叫做 沒有 沒有底的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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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個市 一定是 最終無論怎樣都好 它都會 向上的 就是它一句預期減息 就已經 那 所以呢 就是不需要真的減息 就已經 立即 就是 叫做 整個市 就向上 那 所以你寧願 看回 9點 那 升穿9點7的時候 你才衝進去 都未遲 如果真的大塌了 就是整棍 好像 那 我寧願你真的 肯定了之後呢 才衝上去 才買 因為現在呢 就似乎 每次都被 十元左右 頂住了 所以我覺得 就寧願不要倒這些 那 那我今天暫時說的 那麼多 那如果大家有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 也都 歡迎大家加入Patreon 那我們明天同樣時間再見 拜拜